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建筑是可以跨越不同的时代和文明的艺术 未来的建筑更像是自然和生命的一种延续 它是有机的、感性的、充满情感的 我们可以把对未来的任意想象融入到设计中 即使是一些看上去暂时还没能实现的狂想 但这些狂想足以震撼人们 大家好,我是马颜松 很高兴受邀成为MMC合伙人 并在代号降临这款游戏中担任游戏建筑总设计师 如何去构建一个充满未来感的新世界 代号降临作为一款科幻生存题材的项目 在场景和建筑上留给我们很大的探索空间 我将会对游戏中的未来建筑和世界 进行全新的想象和设计 让建筑更具幻想 让科幻更具温度 让未来更具真实 现在城市有很多了,有垂直的楼 但它们这些好像有点反中立 而且它感觉是一种没有尺度的一种 超新星是游戏中战前文明的都市中心 由中心点放射而出的线条 打破了传统建筑的束缚 它突破了无机的界限 让建筑自身成为了一个庞大的有机体 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合适 就是做这种有一点情怀和浪漫的这种情感 这种象征 建筑是玩家和游戏世界接触的媒介 它比宏大的自然景观更能表现和传递出我们的设计主张 未来建筑大家可能会联想到结构主义 或者是更极致的保豪斯 我们想要的设计会不再受限于这类现代主义 而是表现出更高层次的复杂性和生命力 马云松老师的作品 会作为游戏中曾经人类文明的遗迹 以符号化的视觉形式存在于游戏场景当中 超新星佇立在一片战后的城市飞机中 隐喻深空中的启明星 沙海中的战前博物馆 构景中我们使用了大量弧线来展现未来建筑的古典与庄严 戈壁中的超级高铁则用此在的方式 象征连接了过去与现在 透过这些未来建筑的植入 让玩家能与游戏里的建筑建立更有温度的生存关系 我们希望玩家探索的时候 感受到我们游戏研发者的浪漫和诚意 我觉得戴号降临为建筑的实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将这些现实中未能实现的未来建筑 落地在虚拟世界中 让玩家在我的作品里 能更直观地感受对未来的遐想 让我们一起探寻时空的痕迹